來到南韓首爾的廣葬市場 一定要嚐嚐綠豆煎餅 這位大姐已經擺攤16年 撐過了新冠疫情 現在就快被原物料上漲打敗 疫情後顧客陸續回籠 由於成本增加 剩下的利潤並不多 要提高售價 又怕客人不上門 實在兩難 貪商和消費者哀聲嘆氣 隨著全球小麥價格上漲 麵粉和相關製品漲翻天 現在南韓政府鼓勵大家 改吃米食 來到中興北道這間麵包店 架上特別標示 這是用白米做的生吐司 還有米做的地瓜麵包 起司麵包 米蛋糕捲 用米粉取代麵粉 對膚質過敏的人 也可以食用 也可以食用 早在俄武戰爭開打前 南韓民間就新奇米麵包 當時主打健康訴求 現在則是為了省錢 戰爭開打後 南韓小麥麵粉價格 一年內已經漲了三成 但是國產稻米供過於求 價格比去年同期下跌超過16% 南韓一半以上的耕地是稻田 但人均稻米消費量一直在下降 除了用米粉做成米麵包 零食業者也開發新口味米餅 作為兒童有機零食很受歡迎 不僅在南韓國內販售 還外銷到中國大陸和菲律賓 然而稻米加工成本比小麥要高 因此南韓政府宣布一向稻米發展計劃 開發出專門用於生產米粉的新品種 粉米 減少抹粉的時間和成本 南韓政府預期在五年內 提升新品種粉米產量 從現在的年產100多噸增加到20萬噸 同時鼓勵民眾以國產米粉 代替進口小麥麵粉 渴望助長稻米加工業發展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